首度在故宫举办的明朝永乐皇帝瓷器专题展 不断引起中外游客好美好美的赞叹之声 这些精致瓷器当时也得到永乐皇帝的大喜 曾以杰素迎然盛世于心来赞誉 也因此还婉拒了来自西域回回国王进贡的御晚 在这次名为世于心 明代永乐皇帝的瓷器特展中 首先为观众介绍 隐藏在甜白右色之下的暗花纹饰 像这样的暗花纹饰 平常即使是我们能够有幸把器物拿在手里端详 也几乎看不到它纹饰的详细的面貌 但是在这次的展览当中 我们特别就是利用光线的辅助 那一些特殊角度的一些安排 就让这样子隐藏在甜白右色之下的隐约的暗花 可以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展览分三单元展出在第一单元内府烧造 可以看到在景德和龙泉镇所烧造的瓷器 开创白瓷新面貌的甜白 造型丰富多变的青花 以及素雅清亮的翠青柚 虽然样貌风格各自不同 却同样受到官方定夺因而有共通之处 它们的器型还有纹饰是有共通之处的 它们的器型非常的类似 它们的纹饰在它们的器碗的外壁 都可以看到那个连半纹的装饰 那为什么在相隔千里的两个词遥 它们可以做出这样子雷同的作品呢 主要就是因为宁府它会颁定这个 定夺好的这个样式 给负责烧造官方用词的这个词养 第二单元为对外交流 当时因为宗教 外交 贸易等因素 与西藏以及中西亚文化交流频繁 正和七下西洋 其中六次便是在永乐时期 因为在永乐时期制造了一批 模仿伊斯兰世界气形与文式的瓷器 透过此举可以看到永乐皇帝 积极对外交流的需求及企图心 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眼前大家看到的这件 胡人蝙蝠 那件蝙蝠它的气形呢 就是模仿中西亚那边的淘气 还有玻璃气制作而成的 那最为特别的是呢 它的气身装饰了 这个时期少有的人物图文 就是做胡人面貌 然后在跳舞 还有在演奏乐器的那个样子 另外的第三单元诚信与模仿 这呈现在清康熙 雍正 乾隆时期对明代瓷器的仿作 经过六百年岁月的洗礼 永乐瓷器无论是洁白细致 秀雅端庄 又或者艳丽浓重 都在在呈现出当时制瓷技术的高超 因而是瓷艺爱好者 绝对值得前往朝圣的珍贵展出 借咱们叶志雄和乃强谈报道